首先使用的原料是鸡胸肉 虾肉 青红柿子椒 鸡蛋 葱姜蒜 用到的调味品是料酒 糖 盐 淀粉 下面我们开始刀工制作 鸡胸肉 一分为二 借花刀 切成一厘米见方的丁 有点 一分钟 我们再次将鸡胸肉 将鸡胸肉 一分钟 到 看到鸡胸肉 到 虾肉 改刀 切好的虾肉和鸡丁 用料酒 半勺 盐 四分之一勺 腌入味 放入少许的蛋液 鸡蛋清 加入少许干淀粉 原料上浆备用 好 下面是配料 青红柿子椒的加工 红绿柿子椒 绿柿子椒 切成方丁 红柿子椒 好 青红柿子椒 加工好 好的 我们现在需要兑一个碗汁 需要的调味品势 清水两勺 料酒一勺 盐四分之一勺 白糖少许 水淀粉一勺 好了 碗汁就可以了 下面开始烹调 锅烧热 放油 煎好的虾肉 鸡丁放入锅中 清油滑熟 滑散的鸡肉 虾肉 慢慢逐渐的变白 已经成熟 出锅 切好的葱姜蒜 放入锅中煸炒 青红柿子椒 煸出香味 成熟 把原料倒入锅中 烹调入锅中 烹入炒好的碗汁 烹调入鸡汁 锅中 淋入明油 好 出锅装盘 好 菜肴制作完成了 制作这道菜注意几个要点 一 刀工的环节 鸡肉要切的大小一致 避免过大过小 二 上浆的时候 要适当地放入盐 料酒 增加底味 去除鸡肉 虾肉的兴杉的味道 第三 对碗汁要注意 碗汁的比例一定要合适 第二 避免水过多或淀粉过多 这样出来的菜肴 会没有很好的一个呈现感 第四 挤火快炒 动作要快 这样出来的菜肴 色彩鲜明 利落 明亮